陈婷弥 发财条里分明的分享角色进出的仪式感 下一秒 聊到宛如在身父母般存在的经纪人 陈婷弥对时间红了眼眶 山然泪下 感谢知情易于言表 陈婷弥电影本日公修的造型师 阿兴道最佳利益2M3的律师于知己 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行各业 其中黑化的于知己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 对父亲见死不救 亲手送哥哥入狱 远奈已久的压抑心情一次爆发 角色的心境转折极为细腻 在演最佳利益的时候其实蛮爽的 那是没包袱的表演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这么合理的做那些事情 又单引号 陈婷弥说 我以前是绝对本善派 但越长越大对这件事情稍微动摇 当你越利越多 就会知道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绝对 问他怎么自我修复 回归陈婷弥身份 他不会言自己越来越过癖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排斥独处的人 但我现在更喜欢 我觉得我喜欢躲在故事里 陈婷弥表示这一趟路走起来是寂寞的 为了打开感官创作 把视野变得饱满 毫无保留的独自面对内心起伏变化 和周遭事物产生连结 把自己当作传递故事跟能量的媒介 加上快步调的工作模式 既伤神又伤心 于是陈婷弥事实设置停损点 把生活变得简单 人的一辈子不可能都是 处于最幸福最快乐的上升期阶段 一定有很多故事是正处于的狱中 那你也得陪角色一起经历那段 每个角色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东西 他们都在我的重画区盖了一栋房子 又单引号 陈婷弥对自己相当严格 以前甚至一昧的追求100分 从全是角色到做访问 可是只要状态越紧绷 越容易表现失常 以前在做角色功课的时候 总是会很有条理的说 角色走到这是起承转和 这场戏是重要转折点 但想太多反而会做得不好 越长越大之后 我就会觉得那么完美如侠 然后呢 我好像没有灵魂噎他 一方面意识到脚王过正 另一方面也渐渐和固执的自己和解 虽然不时嚷嚷着哪天退休 要回深山隐居反扑归真 但陈婷弥用作品和观众构筑对话桥梁 人生只能走一遭 假如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羡慕别人 没有去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会很可惜 享受我拥有的每一天 该是我的就会是我的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